世界衛生組織WHO 趕在世界衛生大會召開之前 七號正式批准中國國藥集團 疫苗的緊急使用權 成為第一款被WHO 批准非西方國家製造的疫苗 WHO對國藥疫苗放行 等於替各國是否使用國藥疫苗背書 但本星期稍早 根據WHO的評估 國藥疫苗對六十歲以上族群的 保護力明顯不足 世界衛生組織七號批准 中國國藥集團北京生物疫苗的緊急使用權 也成為中國第一款被世衛組織批准 由非西方國家所生產的新冠疫苗 世衛強調國藥疫苗將會加入 聯合國疫苗計畫COVAX的疫苗分配平台 目前世衛組織已將輝瑞莫德納交生以及在印度和南韓不同地點生產的AZ疫苗 同學也強調目前六款批准的疫苗數量對終結疫情依舊不足 不過本星期稍早 世衛專家另一個小組免疫戰略諮詢專家組的數字 國藥疫苗將對十八到五十九歲的族群保護力有百分之七十八點一 但對六十歲以上的族群重症病患與和平症患者的保護力低落 根據中國提供的數據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號 中國五百九十萬人接種國藥疫苗後 出現一千四百五十三起不良反應事件 但沒有死亡案例 而世衛也正在評估北京科興疫苗的緊急使用權 最快在下星期宣布 由於世界衛生大會將在五月二十四號登場 世衛趕在大會開幕前批准中國疫苗 引發外界質疑是否適當 中國目前已出口六千五百萬劑的國藥疫苗 與兩億劑的科興疫苗到將近五十國 其中多數為拉美、非洲與部分亞洲國家 但諷刺的是 菲律賓總統杜特蒂 四號公開接種中國贈送的國藥疫苗 但非國衛士單位並沒有授權 在保受批評後 獨特蒂要求中方收回捐贈的國藥疫苗 公知新聞 靳元前編譯